上海1115特别重大火灾事故处理决定昨天公布 根据国务院批复的意见 依照有关规定对54名事故责任人做出了严肃处理 其中26名责任人被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目前这26人均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此外28名责任人受到党纪和政绩的处分 2010年11月15号 上海市静安区郊州路728号公寓大楼 发生了特别重大火灾事故 造成58人死亡71人受伤 直接经济损失1.58亿卷